大家好,我是华人街中部记者站的负责人周末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佛伦伦萨领区桥界 欢送王文刚总领事离任晚会的现场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王文刚总领事您辛苦了 祝您越来越好 意大利华人街佛伦伦萨11月28日消息 在这个秋意见农冬运出现的夜晚 佛伦伦萨领区华侨华人社区汇聚于弗林大酒店 共同去办了一场温馨而庄重的感恩之夜 以此向即将离任的王文刚总领事 致以深深的敬意和告别 王文刚总领事夫妇 管仲齐副总领事周立鸟主任 以及领区各商协会代表 中资企业代表 游学生代表等450余人参加活动 著名主播周末主持晚会 活动在奏唱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华人华侨 联合总会会长陈敏秦的致辞中 他代表领区各侨团和个人 对王文刚总领事及其团队 长期以来对华侨社区的关怀与支持 表达了由衷的感激 他颂扬王总领事 为一位具有丰富外交经验 深具国际视野的新时代中国外交官 其谦逊 正直 和善的品质 赢得了社区的普遍尊重 陈敏秦说 王文刚总领事自2019年就任以来 凭借其一丝不苟 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 在推动众议两国 在经贸 文化 教育等领域的 合作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对领区华侨华人的事业发展 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支持 树立了新时代中国外交官的典范 深受当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赞誉 意大利普拉托华人华侨联谊会会长 黄小龙对王总领事任内的成就 给予高度评价 指出其在任期内 不仅深化了众议件的友好合作 还积极推动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 王文刚总领事 第一时间组织侨团会长视频会议 推广防疫措施 确保了普拉托侨胞的安全 黄小龙会长还感叹道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今天让我们以温暖的心态跟您告别 让我们暂时忘却 长亭外古道边的萧瑟和忧伤 期待重逢时加倍的喜悦 回首过去的四年时光 我们感恩遇见 感恩相逢 感恩之心的默契 感恩您暖心的关怀 总领事王文刚在侨界欢送会上 对在场的侨领和同胞们表示感谢 他回顾了自2019年4月 担任中国驻佛罗伦萨总领事以来的4年多工作经历 强调了自己与侨胞建立的深厚友谊 和在推动众议关系发展 促进两国交流合作方面的努力 他提到了自己在领区内广泛访问 见证了众议关系的发展和双边合作的新突破 以及领区侨胞和华企的积极表现和创业精神 王文刚总领事特别强调了 在抗击COVID-19疫情期间 侨团和侨胞的积极参与和辛勤工作 以及在618火灾和托斯卡纳洪涝灾害中展现的团结和相互支持精神 他感谢了侨团和侨胞 在促进众议交流合作方面所做的贡献 并表达了对未来众议关系和侨民事业的持续关注和支持 王文刚总领事最后向大家表示感谢 并祝愿侨胞的生活和事业发展顺利 众议友谊继续深化 期间 王总领事的离任仪式成为了一场充满深情与感激的告别会 在他的任期内 其真挚的关怀和卓越的领导力赢得了侨胞们的尊敬和感激 在这个温馨感人的夜晚 侨胞们纷纷与王总领事合影留念 表达了对他吉夫人未来征途的美好祝愿 期待他继续发光发热 开创更加辉煌的未来